好 我们把掌声送给爱吃肉肉的宋益 但是 舅舅 我看到你跟那个舞蹈一起在跳 人家是要吃肉肉 你是要加鸡油 对吧 全身都卡壳了 然后你跟宋益了解吗 我们路过一个慢综艺 但主打快节奏 然后有给你留下爱吃肉肉的印象吗 别人上什么 他就拿什么 就吃什么 然后 真吃 吃完之后就会放在旁边 然后他有一个自喜自备的一个便当盒 边吃边打包 就没吃完的 对 他就是把它放在便当盒里面 带走 他是说他带回去吃 但是这个人就 大家就 没办法考证嘛 对不对 所以你就不知道说 他是不是如他所说的 那么爱吃肉 那所以今天要好好说说了 宋益 你真的爱吃肉吗 我觉得我是真的爱吃 我应该比同剧组的男女演员吃的都多很多 但我们知道演员呢 因为他要上戏又要接戏 吃肉会给你心理造成负担吗 不会 它会让我感到愉悦 是一个放松 然后分泌血清素的过程 原来吃肉是你的一种 解压 放松的方式 对 填充 但是就是吃肉啊 就是你的团队啊 就也会盯着嘛 对吧 我看到很多艺人的团队就是 盯着你 盯着 盯着的时候烤 团队给他烤 你先坐 帮你盯着呢 马上烤好了 就当镜头里很明显非常饱满的时候 我就要控制一下 我不会就是一定要受到很瘦 我就是差不多我自己心里能过去就可以 差不多就行 对 爱吃什么肉呢 比如说猪肉 牛肉 鸡肉 鸭肉 我喜欢吃比较腻的肉 就是那种入口即化的肉像 我喜欢吃和牛 和牛 喜欢吃牛肉 对 烤羊 烤 怎样的烤羊 烤的全羊或者烤羊肉串 烤全羊 一次性吃半只 还有半只放在餐盒里 他真的是一个眼睛比嘴巴大的那种人 就是 啊 全羊 对 看着就有肉韵就很开心啊 就是必须得看到肉 对 排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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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喜欢早上吃糖醋排骨 对 大清早的 对 我不太喜欢吃蔬菜 糖醋排骨一大早 一个早上起来吃肥腔的人 质疑那个早上起来吃白骨 好像也是啊 你没什么发言全羊 对 最不应该质疑他的就是我 好 轩衣 你是早上就会吃肉的人吗 有的话那当然吃啊 因为我也是一个特别爱吃肉的人 尤其是那种 就皮啊 然后油啊 然后再加上肉 炸过烤过的那种 对对对对 五花肉是我最爱 上起来的时候 我不就是出了这道题吗 你说气不气人 两个不到一百斤的女艺人在那边聊 哎 我好爱吃肉哦 清烤全羊 其实我发现 只要你吃肉 不吃碳水 就还好 是这个道理 对 韩芸呢 哎 是宋艺这个道理 就是 道理你都懂 就是肉可以狂吃的 而且会是肉食爱好者 而且我通常比如说头一天 剩下的打包的肉啊大菜那种 我会第二天早上接着吃 哎呦 因为早上早点吃就早点瘦啊 就早点消化啊 消化啊 吃的越晚就囤在哪了 对吧 对对对 但是女明星有一点很占便宜的 就是她们可以 她们可以利用服装来做一些 视觉上的修正 就是像那种泡泡秀 我会显得脸比较小一点 哦 不要哭我 二就是在cue我是吧 好我想问一下林老师 怎么吃健康 尽量不要用消炎 人体啊你进入睡眠状态之后呢 它就基本上只剩下个基础代谢了 这个基础代谢呢它还减缓了 所以你基本上没办法去消耗掉它 不就积累下来了 比如演员拍片 我今天比较晚的 你早上吃肉 你是对的啊宋益 对对对对对 早上就烤全羊 接下来我就要问一下宋益啦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你爱吃肉